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布蘭的世界,我是Briant 今天這一集呢,是要來帶大家跟我一起體驗一下我這次去日本的一些逛街行程 這次去日本呢,我是跑了很多景點,我會去河口湖啊,也會去草津溫泉 其實在東京市區的時間並不多,所以逛街的時間也不多 但我還是希望呢,我能把我的逛街的一些行程呢,還有我去的店家記錄下來跟你們做分享 那麼首先呢,今天我會去的是Harajuku,也就是元宿 大家各位潮人最喜歡的元宿 那因為我在那邊的時間可能不會待到很久,可能只有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可能會是比較倉促一點點,再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麼再來呢,我會回到銀座,那在銀座的部分呢 我會帶大家去逛一些我喜歡的銀座的店家 可能是有一些百貨公司啊,或是一些我特別喜歡的店 那麼這個逛街的Vlog呢,就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逛街的這個Vlog,我會希望能夠挑選幾樣東西來作為抽獎 所以說大家要耐心的把這個影片看完,才知道抽獎的資訊是什麼 那抽獎的東西呢,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的好不好 一定是各位潮男潮女喜歡的潮流單品 好,那我們就進正片逛街區吧,Let's go 好,現在來到的第一站 然後我們在元宿,Halajuku 那元宿大家都知道就是集合了非常非常多 大家喜歡的一些潮流店家 這裡我第一間想要去逛的店應該是地區 然後可能會順便進去Supreme逛逛吧 對,然後我目標是這次在這個元宿這邊應該可以挑到一些東西 來做抽獎的商品,那你們看 先到了neighborhood,然後上面就是Supreme 這間neighborhood之前就來逛過 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樣,現在比較乾淨了一點點 好,那就進去逛逛吧 這邊就有neighborhood,然後上面是Supreme 那裡面都不太能拍攝 所以剛剛有偷偷錄了一點neighborhood給你們看嘛 所以你就可以,你知道,感受一下 那這個Delta One,然後還有上面的這邊就是有賣一些二手的 像Goros,英式,Chrome Parts等等 對,就是這些賣取店 那邊有Card Heart,然後這裡有一個這個TOKYO 23 那等一下呢,是想要去另外兩家店 一個是GR8,然後一個是Babe 那剛剛呢,在這個neighborhood跟Supreme裡面有一點收穫 對,我有買自己的東西,然後也有挑到 neighborhood一件禮物,然後Supreme一件禮物給你們 到時候你們看影片的時候就會有抽獎 那可能要怎麼樣抽獎的方式呢 我在影片的最後再公布,你們就繼續把影片看下去 很開心幫你們買到禮物,剛剛真的是挑了一下 對 前面這裡有Kick Slab 你看,哇,超多鞋盒 我們看一下 都是Jordan一代的鞋盒 裡面應該是賣非常多鞋子 這一間我自己是沒有逛過 對,目前沒有想買的鞋子,所以呢 暫時先不進去 但可以看一下他們前面有做一些陳列 這間蠻大的 還蠻美的 好啦,還是帶你們進去逛一下 可以看到這裡 桌蓮依然非常非常齊全 這邊有一些鞋子 來看看樓上有什麼 樓上的話這邊感覺是比較偏 Air Max 有一些有Hype的鞋子 但也有蠻多就是 General Release的鞋子 還不錯 真的很多 整間店很寬敞很漂亮 給你們看一下 Kickslab 這邊沿路的有很多賣鞋的店家 超流的氣氛真的很好 所以FR2的店 現在要去GR8 剛找了一下 在那裡嗎 在那裡嗎 在這裡 看到了 終於找到了 這個就是 GR8 就是 GR8 我覺得他們取這個名字 取得蠻有意思的 對 這個裡面呢 就有非常多的品牌 像你可以看到有墨鏡啊 然後有各種各樣的品牌都有 有 然後有鞋子 這裡還蠻多東西可以逛 對 他們音樂有點大聲 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到 像這裡有Kenzel啊 就是真的各個品牌都有 像那邊有Stone Island 帶你們看一下 像這邊有 Stone Island的衣服有沒有 所以這個 它其實就是一個選貨店 然後它就有帶各種的東西 這間褲子蠻帥的 然後Y3啊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師品牌 像 這個 這種 很酷 很有個性 這間店我非常喜歡 就是我每次來 HARAJUKU 每次來新宿都會逛 就是 它的東西很有風格 像有這種 很像魚衣的 然後當然它也有一些比較低調的 可以做選擇 然後 這裡甚至連這個 Mastermind都有 對 看一下 像Mastermind這個 新的 褲子啊 什麼的 然後Mastermind的這個 襯衣外套 這個我猜應該是 Readymade吧 對 這是Readymade的這個 Kellydon的包包 好 好啦 帶你們逛完 現在換我來觀光街 如果有什麼戰利品的話 我這次日本一樣會拍戰利品開箱 然後如果也有再幫你們挑到禮物的話 也一樣會讓你們抽 目前已經有 Supreme跟 Neighborhood兩個禮物了 好 那我去逛街啦 Bye 好 剛逛完了Great 那 其實裡面東西很多 然後 有選到幾樣我喜歡的 但都沒有尺寸 那不知道 剛剛你們在裡面 聽不聽得到我的聲音 因為剛剛裡面的音樂 超級大聲 那剛剛你們看到的是 就是從一個白貨公司裡面進來嘛 然後走到Great 現在這邊呢是另外一邊 就是 Great的前門 那這邊有一些造景什麼的 我覺得蠻漂亮的 拍給你們看一下 這樣 所以這邊就是有造景 像這邊有一個松樹啊 這裡有一些景嘛 然後有這個 木門這樣 我是覺得這裡的風格是 蠻Chill的 蠻好玩的 後面這邊呢就是 元素節一些街道 就繼續逛很多很多 不一樣的小店 那麼今天因為 我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可以在元素逛街 所以逛得非常的趕 然後影片呢 就是我第一次用Vlog 拍這樣類型的影片 不知道是不是很晃 但是今天就帶你們看了 三家店 就是Neighborhood Supreme 跟這個Great 本來要去BAPE 但是沒時間了 對 那如果這個影片有一點晃 有一點不清楚的話 就不好意思 我會盡量把它剪輯好一點點 那麼還沒結束之後呢 會帶大家去銀座看看 去看看銀座的逛街 我可不可以帶你們去幾個 我覺得銀座我特別愛逛的地方 所以大家現在我們來到銀座 不知道元素的這個逛街片段 你們感覺如何 那現在呢 我們剛進入銀座的飯店 然後現在呢 就要出去銀座 shopping 銀座是東京商店最密集 然後最繁華的區域 這邊不管是精品呢 或是各式的品牌 都非常足非常的齊全 所以也是我在日本非常喜歡逛街的一個地方 那這次就帶你們去看看 銀座我喜歡逛哪些店 還有路上的場景啊 一些逛街的景象是如何 那我們走吧 Let's go 在Chrome Mars裡面是衣服 他們的更衣室裡面沒有盡力 所以我猜是不想讓客人在裡面自拍 所以我這樣給你們看一下 這件上面新出的 就印了滿滿的衣服 對 看到滿多人在網上都有穿 不過尺寸是L 那這件是 有這個皮鏢的一件子的衣服 給你們看一下細節在這邊 所以這樣的細節 看這 比較紳士一點 成熟一點的感覺 再來試的是這個褲子 給你們看一下 經典的這個 黑褲 就黑褲 然後白紙 逛街吃完飯 有點累 但是今天呢 收貨滿滿 今天是在銀座逛街的第一天 其實跟上次在元宿一樣 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不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今天就先去了我的愛店 Chrome Hearts 那Chrome Hearts呢 它的這個價格 在上一次我12月拍的Vlog當中 是說它的價格是台灣的七折嘛 因為匯率的關係 等等的 但是他們最近呢 有調漲價格了 所以我算了一下 有一些單品可能已經變成 八五折或九折了 他們已經有漲價一些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就是在我錄影片的 大概五天前漲價了 所以我沒有趕上最後一波 因為我人那時候是在 河口湖富士山那邊 所以沒有買到最便宜的 但還是比台灣便宜一點點 而且我今天買到了非常稀有的單品 今天我入手的呢 就是這一袋 對這一袋的東西呢 有你們看到的 就是我前面在店裡面試穿的 那個Half Zip的上衣 有一件比較花的帽T 然後一件棉褲 趕快挑選了一個墨鏡 我爸爸也挑選了幾支眼鏡嘛 然後一些東西之後 我在東京Chrome Hearts的這個Sales 就偷偷跟我講 你要不要什麼什麼東西 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一聽到我的眼睛直接叮 眼睛直接整打 然後他就offer了我一件 非常稀有 非常難買 再售價值 非常高的一個單品 那這個單品呢 我就先賣賣罐子 留到這次旅行的這個 日本戰利品開箱 再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我超開心的 好啦那今天要先休息 明天會帶大家 繼續逛逛不同的銀座 我會陪我的父母去逛一些他們喜歡逛的店 我都會做一些紀錄 然後讓你們看看銀座的逛街風景 那先休息逛街VLOG 明天繼續 現在就在銀座的街頭上 然後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六更日的時候被稱為 步行者天國 像你們看到的 就是有很多地方 路都會被封起來 然後就是讓那個行人可以走 比如說前面這裡 就是像這樣 所以所有的十字路口啊 路都是被封起來的 有沒有看到 到處都是路人都可以走 那車子就不可以進來 所以說對逛街的人來說 就非常的友善這樣 所以在這邊逛街 六更日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 順便也可以拍這個斑馬線的照片 這種斑馬線的照片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拍的嘛 因為就不會有車子經過 就可以很安心的去做拍攝 現在人在金沙西裡面 是銀座一間很好逛的白鵝公司 我的頭髮這麼一點好笑 你們看一下 非常的寬敞 有很多品牌都在裡面 然後它一樓二樓 就是比較多 國際精品嘛 像是那個珠寶的啊 Van Cleef等等的 那現在在三樓 三樓就像那個 MM6啊 Number 21 那邊有 Off-White 就是一些年輕的品牌 在這邊也會有 然後走到比較上面的話 可能就是有一些禮品部等等的 Off-White在這邊 最近Rick Owens 我在幾個月之前也是有來 然後在這裡買了一件外套 不知道你們在這裡還記不記得 對買了一件非常棒的外套 然後Alexander Wong Y3 Ambush 有最近發的Air Force One啊 然後一些衣服等等的 這件是Ambush 2023最新的設計 前面是用那種 鬆緊帶 鬆緊帶的那個 細節來做 挺特別的 然後顏色是蠻鮮豔的 蠻大膽的 那它就是用這個鬆緊帶的細節做成這樣 項鍊這樣 就覺得那是有點固定的衣服 你們大家覺得如何呢 OK還是不太好 還有這件 最近他們 就是 Ambush 跟他一起出了 那個Air Force One 然後一起出了這件外套 像真的感覺是這樣子 有點像那個 橄欖球夾克吧 感覺穿起來有點 很壯的感覺 不知道適不適合 然後手臂這邊也是做了一點拼接的感覺 三四號 那我想到好像是 Shack Onier它的這個號碼 好像是三四號 不知道怎麼買 感覺好像蠻好看 又好像還好 然後它是有一點像 GOTA STATE WARRIOR的那個 配色的感覺 KINZASIC就是一個 很好逛很好逛的 百貨公司 如果有來營作的話 不一定就是在路上的街邊店逛 在這裡呢 可能也會找到你喜歡的品牌 有一些設計師品牌啊 一些可能牌子沒有那麼大 然後沒有蓋一整棟的 在這邊就會找到 那記得 在GINZASIC消費也是可以退稅的 記得要去它的退稅櫃台退稅 現在人在銀座的Chanel裡 剛剛他說不太能拍攝 所以就拍了一點點給你們看 剛好我在這裡找到了 一雙我之前在找 但是一直找不到尺寸的鞋子 回去來開箱給你們看 就是跟我這次穿來的這個鞋子呢 是一樣的款式 因為我這次穿了十幾天嘛 來日本十幾天都穿這雙鞋子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想說再買一個顏色 再添購一個顏色 下次出來玩的時候可以穿 穿了之後覺得 哇很驚訝 真的有這雙鞋 它不管是在 就是很實搭啦 然後腳感也蠻好的 走路走非常多路都不會覺得痛啊 所以我比這雙鞋的評價蠻高的 原本之前是想說 只要一雙就好了 但是 這一次 這個旅程結束之後 覺得 需要再來一雙 對 先來給我們第一手 是被這件褲子吸引過來的 第一手 他們最近的東西還蠻好看的 像一些寬的褲子啊什麼的 挺帥的 這全部都玻璃的設計 蠻喜歡的 剛上面是女裝 這也是男裝 我覺得蠻喜歡他們現在的設計風格 就是有亮的啊 然後也有那種 比較特別的設計 像這種刷破的 很好看耶 很久沒有逛低手的店 這種不一樣的感覺 這顏色褲子也挺好看的 然後發現他們現在很多鞋子 然後發現他們現在很多鞋子 哇這個細節 這細節真的不錯耶 哇 他們這外套 不錯 不過我現在第一手我覺得 我很有興趣 他們東西現在很好看耶 這樣這個設計也很棒 這樣看一圈 欸現在蠻推他們的衣服的 等一下我來試一下這件褲子 這件褲子它是有這種 就像穿棉褲然後牛仔褲 有嗎就是夾兩件這樣 特別的設計 現在設計蠻大膽的 然後細節蠻多的 這件穿起來不錯耶 看它這個細節 就是你可以調整寬度 這邊可以這樣拉起來 然後這裡可以再拉 然後一偷放開的時候 就像現在這樣這麼寬 這件不錯 喜歡 又好大家看一下這一件 它的所有的細節 你們看 這裡啊 然後這個帽子 然後包括我的袖子這邊 細節太多了吧 他們說這個是 剛在米蘭走秀完的 看全身這邊 到處都是細節 天啊這件真的太帥了 給你們看一下 好 哈囉我現在到了在銀座旁邊的日比谷廣場 那今天是逛最後一天 應該是最後一站 現在呢我人是在電影院裡面 不是因為我要看電影 而是因為我媽要看電影 所以我跟我爸就先帶她來 然後剛好這邊有我想逛的店 所以就剛剛好 我媽很迷目黑臉 所以就帶她來逛一下 那今天要逛的呢 就是Master Mind 那Master Mind 剛好就在這個商場裡面 所以我們就來這 那現在就跟我一起去逛逛Master Mind吧 希望可以買到好東西 走 好現在到Master Mind了 就在那邊 走進去逛逛 試了以前這個紅色襯衫 還蠻帥的 它的背後有這個細節 就是Master Mind的刺繡式的後面 其實我蠻喜歡這種 就是比較低調的Master Mind吧 然後Master Mind 雖然最主要是黑色嘛 但我覺得它的紅黑淡皮 也是蠻不錯的 袖子這裡都還有一些 酷的細節 剛除了那些襯衫以外 在外面有調了一件 棒球外套 然後下來是有一件想要 就是Oversize的帽機 這個帽機非常 就像Oversize 這個是Small 就一定真的大 這件最晚吹的 大概有3萬8台幣左右 有點貴 但是又蠻喜歡的 它的剪裁 然後看它這個 超級弱剪的剪裁 就垂下來了 就差不多是這三件 到時候 戰力品開箱再跟你們說 我買了什麼 Peace 好這支逛街影片呢 就到這邊為止 做了一個段落 最後一站 買到了我 心心念念的 Mastermind 回去再跟你們開箱 那這支影片 大致上就分成兩個部分嘛 一個部分是在元素 就有逛到 Neighborhood Supreme等等的品牌 然後在那邊呢 我也有 買了禮物要抽獎給你們 對不對 那抽獎要怎麼抽獎 記得Follow我的IG 之後的抽獎資訊 會在我的IG公布 我的IG把它放在這邊 記得要去Follow 記得要去Follow 很重要所以講三次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在銀座 銀座逛了很多品牌 像Chanel啊 剛剛給你們看的 Mastermind 還有Chrome Parts 還有讓我很驚訝的Diesel Diesel最近 真的設計非常的棒 那這些商品呢 都會在之後的 日本戰力品影片當中 開箱給你們看 所以你們也不要急 可以期待一下 尤其我在Chrome Parts 買到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單品 好啦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一集的影片 我盡量把我自己喜歡 他們逛的一些店都收集在這裡 雖然還有兩家店沒有逛到 我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Kith跟Dover Street Market 他們兩家應該都蠻值得逛 但這次真的沒有時間 那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們在東京都會在哪裡逛街 也給我一些feedback 給我一些分享 那我們就留言去見 那謝謝你們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要說明明不需要 每天都會在旁邊 都有了 我們主要經驗